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安东尼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太叫真儿你就输了 人活一世 很少有人能事事顺心 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 面对这些躲不掉的烦恼时 有人一笑而过 有人耿耿于怀 真正活得累的人 往往是那些太过较真的人 心里装了太多的烦心事 自然快乐不起来了 朱光潜先生说 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 其实能把生活过好的人 大多都有一颗简单的心 遇事糊涂点 对人不计较 对己不较劲 才能活得潇洒自在 倪平在《姥姥与路》中 讲过一个故事 那时候要划分地主富农 村里有富裕人家 怕自己东西多被画成 想尽办法藏东西 有一个邻居 把几十匹布藏到姥姥家 姥姥因为担心邻居 决定帮这个忙 后来村里劝姥姥把布匹交出来 姥姥说什么也不承认 哪怕一整天没吃一口饭 没喝一口水 她也一心只想保住邻居一家老小 谁知多年以后 在一次会上 邻居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竟然把姥姥帮他家藏布匹的事情 说出来了 姥姥当时特别生气 气得嘴唇都紫了 但事情过后呢 姥姥很想得开 知道他的本性不坏 也不和他计较 秋天家里的苹果熟了 照样让孩子给邻居送去尝鲜 姥姥活得简单 什么人在姥姥眼里都有长处 就像姥姥说的 不管啥事你想不通 就倒过来想就通了 什么人你看不惯 换个个儿就看惯了 姥姥之所以能够活成村里人都羡慕的对象 不过是因为内心澄澈简单 能体会到别人的不容易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也让自己获得了幸福 正如作家马德说的 这个世界看似周遭嘈杂 各色人等泥沙俱下 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 你若澄澈 世界就干净 你若简单 世界就难以复杂了 大到至简 烦在人心 生活里太多的烦恼 其实都源于自己的内心 心若计较了 烦恼便会越来越多 心若看开了 烦恼才会越来越少 人活一世 心越简单 人才会越幸福 复辟是北宋时期的名相 年轻时就懂得做人 要糊涂一点 有一次他在大街上散步 后面有人指名道姓地骂他 有路人过来悄悄告诉他 某某在背后骂你 复辟丝毫不在意 很淡然地对那人说 大概是骂别人吧 路人又说 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 怎么可能骂别人 复辟假装糊涂 怕是在骂别人吧 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 如此一来骂他的人 也感到不好意思了 惭愧地向复辟道歉 曾看过这样一段话说 人生在世 有时的确需要聪明 但更少不了糊涂 聪明虽然不可或缺 但有时候也需要糊涂一点 人生在世 难得糊涂 糊涂一点才会少一点计较 多一些宽容 少一些烦恼 多一些自在 相反 如果事事计较 把什么都算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反而是一件 自寻烦恼的事情 白岩松说 人生的两个基本点是 糊涂点 潇洒点 糊涂是一种境界 能做到的人 多半活得是更潇洒 潇洒是一种状态 活得潇洒的人呢 多半活得不计较 事事不要看得太真 人心 不要看得太轻 经历越多越会发现 活得越清醒的人越痛苦 反而是糊涂一点 宁愿吃点小亏的人 倒是活得更洒脱一点 就像莎士比亚说的 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 不如做聪明的笨人 恰到好处的糊涂 不是笨 而是一种通透 是为人处世的最高级智慧 《三国演义》里 有一个情节 官渡之战 曹操大获全胜 随即曹操将缴获的金宝 断匹赏给军事 在整理其他物品时 从图书里翻到一束信扎 打开一看才发现 都是军中的一些人 早已与袁绍暗中书信勾结 出卖曹军的军情 身边的人一时大为恼怒 希望将这些叛徒 逐一点对姓名 然后杀掉一解怒气 但曹操却一反常态地说 当初袁绍兵力强过我们 我自己亦不能自保 可何况是这些人呢 最后他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决定 让部下将这些信件全部烧掉 对此事也不再过问追究 在遭遇背叛时 能做到如此大度的人 其实并不多 越是聪明的人 越懂得退一步 退一步 有退一步的从容 忍一时 有忍一时的豁大 菜根坛里也说过 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 滋味浓时 减三分 让人拾 做事留三分余地 做人才不会斤斤计较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活得苦不堪言 不过是因为对人对事 太过较真了 做人若太过较真 容易把自己逼近内心的困境里 走不出来 越挣扎 只会陷得越深 就像张爱嘉说的 如果你对生命中的每件事情 都非要去找到一个答案的话 等于是给自己的人生 上了一个枷锁 人生苦短 与其把精力用在计较上 让彼此都不舒服 还不如学会释怀 让自己的心灵松绑 轻装上阵 欣赏生命途中的美景 遇事不较真 才能活到自在 过得舒心 罗曼罗兰曾说 人们烦恼迷惑 是因看得太近 而又想得太多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烦恼 是因为看不开 想不通 放不下 人活一世 总有太多的纷纷扰扰 会困住我们的内心 不能及时跳脱出来的话呢 生活便会越过越糟心 越过越复杂 其实 人生到最后 活得不过是一个心情 心简单一点 幸福才会多一点 人糊涂一点 生活才会顺一点 正如有句话说的 岁月如梭 人亦老 何苦天天寻烦恼 活在世上一分钟 就要开心六十秒 人生不过数十载 糊涂地过 简单地活 幸福总会和我们 不期而遇的 往后余生 愿我们都能做一个简单 而通透的人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点一个赞和再看 也可以在留言区 给我们留言互动 感谢各位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